上海街头抢劫,作案的竟是两个孩子。 她们是一对母子,17年的生活竟然让她们反目成仇。 漂泊的孤苦,一个人的世界,让17岁的小时陷入疯狂。 各位好,这里是今日说法,欢迎您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。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,咱们先来看一段录像。 这是一对母子相隔半年多以后的一次见面。 见面的地点很特殊,是上海的一个看守所。 那么在这个孩子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? 这位母亲又为什么哭得如此撕心裂肺呢? 这一切还要从去年的一个案件说起。 它是在7月份,7月下起发生的。 杨树红是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。 2011年12月,他接手了一起案子。 案件中的两个年轻人抢劫了一个三轮车司机。 来到一个偏僻的桥下,然后两个人就拿出刀和进行威胁。 当时我还和他说了,我说你们脸机轻轻的,你的前途都不要了。 你说你们搞我们抢三轮车,抢我们这个三轮车,你们有什么出息呢? 沟通没有奏效,三轮车司机在两个人的左右加工下,只好把新骨一天赚来的钱,全都拿了出来。 当时我还刺激了他们一下,我的手机你们要吧? 他说不要,只要现金。 两名年轻人抢走了三轮车司机135块钱。 警方没费周折,就将抢钱的那两个年轻人抓获了。 当案件被移交到检察院时,其中一个嫌疑人引起了杨树红的注意。 他最早的目的,他其实就是想抢了钱,买张火车票回家。 这就是那个抢钱为了买一张回家车票的嫌疑人,叫小石,出世的时候才17岁,河南行洋人。 案发一个月前,小石刚刚来到上海,一个还未成年的孩子孤身一人来上海干什么? 孩子抢劫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引擎呢? 杨树红检察官了解到,小石的父亲一年中有绝大部分时间要在外面施工,家里只剩下他母亲和妹妹了。 在他的记忆里,母亲很爱发脾气,经常和父亲吵架,还把气撒在了两个孩子身上。 你今天才能帮我们来吵架的? 看到过。 主要是因为什么? 主要是因为我妈说是因为我和我妹妹,然后我和我妹妹感觉她每天就跑出去打盘,不管我们。 我们在外面玩脏了,然后回去的时候,我妈就打我们。 听她说下来就说,自小的时候,她就父母关系很不好,然后呢,她是在外公外婆家长大,那外公外婆家是在四川,但是她父亲的家庭是在河南。 然后她跟这个亲乡父亲呢,她就接触得非常少,按照她的说法,连爸爸都没有叫过几世。 小时到底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里? 她在上海的抢劫到底是一时冲动,还是有什么特殊的背景呢? 为了弄清这一个又一个的疑问,2011年12月,杨树红特地让小时的母亲钟勋芳从河南赶到了上海。 钟勋芳没想到,再次见到儿子,竟然是在看守所里。 在见到儿子的那一刻,钟勋芳彻底崩溃了。 小时始终低着头,没有看母亲一眼。 后来真没办法,我去问,直接去找律师,去法院。 爱哉说,她说你去看儿子真的是对的,我这才回来。 沟通得太少了,对她关心也不怎么够,把她对我的感觉疏远了。 小时的母亲说,她今年43岁。 1993年,她和小时的父亲结了婚,生下了一儿一女。 当时,丈夫在野外工作,她则负责照顾家里。 他们是地质工程队,在外面嘛,经常。 找地质工程队,对,对,对。 钟勋芳介绍说,由于丈夫经常在外施工,家里只剩下她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, 渐渐地夫妻间出现了矛盾。 1999年,她和丈夫离了婚。 当时,一岁多的女儿被判给了丈夫,四岁的儿子跟了自己。 后来,她把儿子带回了娘家四川,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。 再后来,她自己又回到了湾南。 中勋芳说,当听前夫说,女儿病重需要她来收血时,她急匆匆地回到了河南。 到了之后才发现,孩子并不像前夫所说的那样严重。 但是,看到女儿病了没人管,离了婚的她,还是心软,留在了前夫家里。 她说,我们两个孩子这样过吧,过一段时间去复婚。 我说,可以。 在四川,虽然有外公外婆的疼爱,但陌生的环境仍然让四岁的小时感到孤单。 小时说,当时母亲几乎很少来看她,只是偶尔打打电话。 她理解不了母亲的苦衷,只是觉得母亲抛弃了她。 从那个时候起,她开始怨恨母亲。 我妈不在我身边。 她到哪里去了? 小的时候,我妈就跟我爸在一起。 然后我就当时带着近点,然后又转回老家。 他们一份带,然后我就把我送回去。 因为母亲又和父亲一起生活了,小时在外公外婆家只待了一年多,就又回到了河南。 但是后来,父母之间的矛盾,又让小时从河南回到了四川。 就这样,从上幼儿园到上小学的七年时间里,小时在河南四川两地,一共转了五次学。 在老家,六岁五岁一起生活。 然后,然后中年读书的时候,很多次转学,转到河南,做成就语的一场。 后来,小时在两个家,在农村与城市的不断变换中,慢慢地长大了。 而她的父母尽管离了婚,又因为种种原因,在一起共同生活的七年。 我们两个离了婚过了七年了,她就说,你可以走,这我才那个儿子走呢,就是这样子。 所以这个事情,我一直没有对孩子,还有我们呢,任何人说过这个话,不能说,因为很丑气,我没有面子,知道吗? 今天呢,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,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美景教授。 李老师,您好。 您好。 您看,小时的父母在离婚之后,小时就被送到了四川的外公外婆家。 那您觉得小时,走到今天这一步,和她这个本身的这种经历有关系吗? 我们知道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,第一是亲情,第二很重要是安全感。 这个安全感呢,它有一个特点就是,你稳定熟悉,才能产生安全感。 那么作为母亲,她在孩子幼小的过程当中,给孩子几经这个场所,也就是换了好几个环境。 我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,孩子的内心,它就会有一种就是不安定感。 那么这种不安定感呢,让孩子他就会变成什么呢? 他的心理很不确定,因此这种孩子会出现自卑、焦虑、敏感。 那么他这个经历体现在哪呢? 就包括他的学习。 他就不会踏实下来,就不会专心学习。 所以凡是孩子在幼小的时候,他经常换地方的孩子, 大多数都会有一个就是,他的那种就是跟周围的这种磨合的这种反应比较就是困难。 有的时候,比如我刚属于的小朋友,又到了一个陌生地方,而这儿的小朋友跟我原来的小朋友不一样。 因此他会感觉到很痛苦,因为他在这段时间会很孤独。 那么这时候也会影响到他的心态。 从前夫家里出来以后,小时的母亲就想着要重组一个家庭,把儿子接到身边自己照顾。 这样也弥补一下七年来的这种歉疚之情。 但让小时的母亲没有想到的是,母子俩团聚之后,这小时却写下了母子关系断绝书。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? 母子团圆并未充满温情,反而矛盾重重。 她是老师眼里的坏学生,母亲眼里的坏孩子。 是什么让她充满了仇恨? 断绝关系的母子,今日说法继续播出。 2004年,从前夫家出来后,中群芳觉得,让儿子一个人留在四川,也不是长久之计。 于是,她考虑重新组建一个家庭,把儿子接回身边,好好弥补一下多年来对儿子的歉疚。 2005年,她登基再婚。 这会是我跟石榴强,在那个结婚中。 安置好了新家,中群芳把小石的学籍和户口都从四川转到了河南。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,小石改了姓,跟继父姓时。 母亲希望,这个新名字能给他们母子俩带来新的生活。 可是让她伴们没有想到的是,儿子竟然不愿意和她生活。 然后外公跟我说,说让我过去,在那边读书,跟我妈,然后我不同意。 然后我也问,想问是把我帮我偏回去。 我外公昨天早上去跟人家追,追了好距离地。 就外公回去了? 你想跟外公住? 虽然知道儿子不情愿,中群芳还是觉得,自己能用感情改变这一切。 但是,面对很久没见面的母亲,和从来没见过面的继父,小石还是无法融入这个家。 跟我父亲见面的时候,我就完全不同意。 我喜欢我父亲。 小石说,他不喜欢继父,不仅仅因为是两个人没有感情。 还有一点就是他觉得父亲的形象应该是高大的。 但现实中,继父的身材却比母亲还矮,这让他无法接受。 等于我们俩离结婚之后,俺儿子都没来见过他。 为什么? 因为我知道我儿子看不起,反正我们俩走在一块儿,站在一块儿,不配,不疼,就是这样。 他人很难小。 文以为时间可以消磨掉所有的不是,让这个家开始有家的味道。 但让母亲中群方没有料到的是,婚后不久,丈夫好像变了一个人,经常为琐事和她争吵,并迁怒于儿子。 他打我,有电热灯子就打我儿子。 你看我儿子又没有什么,在那里就没有说话,也没有吭气。 当时小时十二岁,尚初一,继父经常打骂母亲和自己,让脆弱的她无法接受。 而更让她无法接受的是,因为矛盾无法解决,母亲离开了河南去山西打工了,把她留在了继父身边。 随着母亲的离去,一切似乎都变了。 母亲不在身边,家里似乎一切都是那么冰冷。 小时的成绩也一落千丈,河南竟然不再上学了。 大小不好好上学,天天都坐到最后面,又不听课,然后就和他们混在一起。 老师呢? 老师呢? 老师管不住,班上就说开出去,然后我一亲我家开出去,我就不多了。 母亲走了,学校回不去,继父家又不想去。小时觉得,在河南自己彻底没有了依靠。 她又不在那里,把我一个人丢到那里,又不是我亲生的,我也不是她亲生的。 在那家里,我感觉我自己带不上去。 此时,小时母亲和继父维持了三年的婚姻,也结束了。 母亲和继父离婚后,小时的户口也从继父家签了出来。 从此,小时又改了姓,跟母亲姓钟。 后来,小时的母亲依然回到了山西,而十二岁的小时则开始四处打工。 她当过饭馆的服务员,修过铁路,漂泊中小时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,她渴望过安定的生活。 为此,她多次要求母亲和她一起回四川打工,但都遭到了拒绝。 后来,为了劝妈妈,小时还专门去过山西。 她过来看我了,她不要我在这边,我也不拿过不停。 她说为什么? 我说,跟我说的好的,我还在找家,还在干过家下,就是这样子。 母亲不仅拒绝了小时一起回四川的请修,还要再组建一个新的家庭。 这让没有摆脱其一副阴影的小时无法理解,也无法接受。 她越来越怨恨母亲了。 那后来为什么反对她感觉交往? 因为后来她交代的男家人,我都感觉,感觉不是很好。 她们根本不是真感情,我感觉。 然后我就租着她们,让她回来家。 离开了山西,小时失落地回到了河南。 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。 在河南,她没有亲人,没有朋友。 在一个人的世界里,她无处倾诉。 唯一能去的地方,就是网吧。 每一段时间来到今天没什么日感。 然后天天都回来。白天睡觉,然后就回上了。 你有朋友吗? 我很少叫朋友,因为以前的朋友看过我。 但后来我也一直没交朋友。 那你觉得孤独吗? 看到儿子沉迷于网络,母亲大为恼火。 母子之间经常为此事争吵,甚至大大出手。 后来小时索性提出,让母亲为她买一台电脑,再加上网。 看到母亲不同意买电脑,小时心里的机怨顿时爆发了出来。 小时认为,从小母亲就没有照顾过自己,如今连买个电脑的钱都不肯出。 这就是和自己一点感情都没有的表现。 于是,2011年6月,小时提出与母亲断绝关系。 小时要求母亲给她三千块钱,以后两不相欠,再无瓜葛。 这上的时代,断绝母子关系。 我从此以后不会再有中警方这个母亲。 我从此以后愿在外漂流,也不愿再有一个母亲。 我在此发誓,以后不管遇到任何困难,不会再找任何一个亲人帮忙。 看到儿子如此坚决,无奈之下,中群方向朋友借了三千元钱给小时,并试图挽留。 没想到,拿到钱后,小时就走了。 李老师,您看,小时的母亲把孩子接到身边,本来是想弥补一下这种歉疚。 但是她没想到反而适得其反。 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? 她哪做的不合适了? 作为母亲,她肯定是爱自己孩子的,她也希望给孩子一补偿。 可是问题是,这个过程当中,两个人她就需要一个重新的磨合了。 因为她毕竟没有这样一个生活过程。 那么这个磨合呢,如果你在前边,比如说你完全放任她,不管。 你现在接回来,你想教育也不一定能教育。 因为你不了解她是什么样的现状和心态。 那么确实事实也如此。 所以你会发现,这个孩子会觉得对母亲有一种怨。 这个怨甚至包括恨。 那么母亲呢,这个过程当中呢,她并不明白这一点。 然后她还照着这种要求,比如说你不应该干什么,你不要干什么。 对吧? 所以这个孩子他就会有一种,就是我们讲更加逆反的心态。 这个时候亲情已经没有用了。 因为本身你跟他没有太积累的亲情的东西。 然后你又这样去要求他,因此就造就了孩子对你的一种愤怒。 那么现在就是这种再婚家庭呢,或者重组的家庭非常多。 也有很多是带着孩子重组的家庭。 可能有男方的孩子,还有女方的孩子生活在一起。 您能不能给这样的家庭一些建议? 就是说他们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对孩子的这种伤害呢? 你只要出于真心,那么这个生活它是日积月累。 因此情感也是这样。 它是慢慢威出来的。 当然呢,我觉得在处理这个问题当中, 比如像这个女性,她至少要用相当的一部分的时间去宽容和包容去。 也就是说我接受你所有的问题,因为这问题是我造就的。 但是很多母亲没有这个意识。 她也不能太着急。 对,就是不能着急。 你得付出更多的努力,才能够达到你预想的效果。 嗯。 小时跟母亲断绝了母子关系之后,她一个人来到了上海。 那么在上海,她遭遇了什么? 她又为什么要去抢钱呢? 17岁的她,多次抢劫。 其实有点心虚。 特殊场合下的母子相见。 不要再夸儿子。 已经断绝关系的母子,最终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。 断绝关系的母子,今日说法继续播出。 怀揣着母亲给了三千块钱,小时来到了上海。 到上海之后,小时找了一份当保安的工作,月薪两千元,包吃包住。 但是一个月后,因为保安公司没有按时发工资等原因,她辞职了。 从保安公司出来,小时没有再找工作。 上海这座陌生的大城市让她感到迷茫。 她在大街上走了一天,最后来到了熟悉的网吧。 但是,带来的三千元钱很快就坐视山空。 走投无路的时候,她遇到了后来一起抢劫的汪某。 我就是在汪某里面,遇到了我团队, 因为是去抢劫。 当时我走过来的时候,我说我抢到一家的抢, 我说我走过去。 抢三轮司机是两个人的第一次作案。 得手之后,汪某拿着钱并没有分给小时去买票回家。 看到汪某不给自己钱买火车票, 后来小时就壮着胆子自己去抢。 小时说,每次去抢劫的时候,自己心里都很害怕。 但是,为了弄到钱吃饭,她才豁出去冒得险。 小时盘算着,凑齐了回四川老家的路费就不再干了。 脑子里面之前就回老家,跟其他的感受也没顾忌。 但是做完最后一次的时候,感觉自己有点心虚了。 把别人手划伤了。 检查机关最终认定,小时参与的抢劫案为三起, 共抢到450元钱。 儿子走到了今天,让小时的母亲感到非常自责。 真的,我一点都不配当母亲的,因为儿子真是。 因为我,要不她今天不会这样。 为了帮这对母子节开心节,检察官特意安排了这次亲情会见。 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,促使他们这个母子之间的这个关系,感情能够进一步的融洽。 而且在这个孩子的心目当中,通过这样的一次会见, 他体谅到母亲的这个苦衷以后,那么也对母亲不再仇恨了。 这样的一个会见呢,对他将来,包括他可能复刑以后,包括走上社会呢,都是有好大的好处。 会见的时候,母亲带来了小时最爱吃的橙子。 母子俩第一次紧握着对方的手。 不要再哭儿子,好吗? 这个不要哭儿子,好吗? 这个不要哭儿子,好吗? 这个下里,不要哭儿子。 我已经不恨你了。 我已经不恨你了。 不恨你了。 不恨我了。 我知道了。 太好了了,不是吧? 孩子会原谅妈妈的。 是不是? 嗯。 差不多了。 嗯。 我就说,你希望你能够解开这个心结。 我从来不恨你了。 我从来不恨你,不管怎么样,你是我的儿子。 不恨妈妈就好了。 知道不着。 想通了。 妈。 张老师,注意身体。 什么呀? 张老师,注意身体。 注意身体。 我知道。 你到底你也是? 你好好照顾我身体。 很好吧? 差不多了。 会见很快就结束了。 半小时的沟通,解开了母子的心结。 好。 我痛哭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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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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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呵。 我痛哭了。 我痛哭了。 我痛哭了,我痛哭了。 目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了一审判决 小时最终被判处 有期徒刑四年 如今看到这个母子能够彼此原谅也让我们非常的感慨 今天的这个案例呢告诉我们 无论夫妻之间的感情怎样变化 都不要轻易放弃对孩子的爱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接日说法 感谢李老师参与今天的讨论 希望观众朋友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 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